一名騎士穿戴著特殊造型安全帽跟服飾 車上還擺滿各種浮誇道具 車前還掛了一顆疑似羊頭的物件 讓拍攝民眾直呼的造型 像極了最近爆紅的電玩角色黑悟空 蠻跟得上流行的 我覺得蠻像的 蠻像的 因為他剛好那個掃把 有點像那個悟空的金箍棒 炸憨之下像是黑悟空 從螢幕跑到屏東市區 不過仔細比一比 屏東這名騎士戴著瘦腳造型的頭盔安全帽 身綁墨障 車身兩側疑似掃肘 而電玩的黑悟空身穿鎧甲 背的是金箍棒 造型有落差 而騎士的自身裝扮似乎有安全疑慮 應該是有違法 如果收藏的話還可以 但騎在路上就有點不太適合 排斥地點在屏東市區的民生路上 根據了解這名騎士 似乎常出沒在高屏地區 因為特殊裝扮騎在路上 所到之處都能吸引大批目光 不過騎士雖然有佩戴安全帽 但上面裝有一絲路腳的突出物 目測下似乎已經超過法規五公分限制 若騎上路 恐挨罰 是佩戴未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的安全帽 除駕駛人新台幣500元罰還 令車主變更車身顏色樣式 未向監禮站申請變更登記者 除汽車所有人新台幣900元以上1800元下罰還 不僅安全帽違規埃罰 就連車身的造型顏色變更 如果沒經許可上路也會有問題 不過除了罰錢外 最重要的還是安全帽的安全性 因為頭上突出的尖銳物品 要是發生車禍 很可能反造成自身受傷 TVBS新聞葉鳳達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